我一直做我的工作 上次我們有三個隊伍在打斷我 但我仍然在做我的工作 但這次他們有一個好組 他們都在打斷地勢力 這一定是一個挑戰 我很期待 我愛大賽賽賽賽 所以我們很期待 他說這也不是很新鮮的事 就是說在上個對戰系列 他有三個很大隻的球員 輪流來守他 或針對他來防守 所以他已經認為這是一定的一個挑戰 他說富邦球隊他們是打得很努力的一支球隊 所以他當然非常的對這個比賽 很期待要來看打這場比賽 同樣的事情我都做了一年 就是擁有打斷地勢力 打斷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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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遊戲計畫 OK 計畫應該就是 就是跟整個球技一樣 在進區裡面霸戰 然後把進區守好 然後籃板 然後把球交給我們有速度的 人土球員往前衝 那就這樣子打 他說他看了一下數據他今天已經打了一千分鐘 然後他現在的體態跟狀況 跟感覺都非常的好 他感覺很有能源 所以他已經做好準備了 就是這樣子的聯賽的比賽的方式 他是沒有問題的 那對於你今年沒有韓式教練冠輪 就是他實至名歸啊 他成績就是比較好啊 例行賽的第一名 那怎麼可以不投給他 你們叫我投我一百票我也投給他 而且我覺得最高興的是 他擊敗了一些外交 我不在乎誰 我只在乎是不是我們本土教練的啊 去年我拿 那今年他拿 我最高興的是他擊敗了外籍教練 而且包含冠軍賽 都是由本土教練兩個球隊 在整冠軍賽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更高興 再等到朱昱豪 心臟地帶的拋頭得分 很快會來到20分 停在3分線的是包國豪 哇 3分加上去78比5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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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昱豪 一個側電步的出手 再來一個3分球 像上一場的表現一樣 那的確今天在第一節打得非常出色 就是朱昱豪持球 後攝不回來投一個3分球 哇 三節五顆3分球 場而贏 所以真的在接下來的10當比賽要把握 哇 今天的壽星啊 郭少傑 投就對了 陳寶貴 希望可以帶防守端先消耗工程師一波 那 對到 哇 可以看到現在 又是郭少傑 對 可能沒有算 人土球員很重要 注意好 星巴 抓到技術籃板 再附近 第一腳 小睡意 突破 再交給星巴 哇 這樣打下去的話 星巴 郭豪 陳前 拆 擦板近50分啊